全台水库拉紧报 包含翡翠门真文水库 水位不到五成 翡翠水库更创下17年新低 桃园新竹苗栗台中14号开始 夜间减压供水 即便有减压供水 那事实上家户里面 还是可以拿到足够的 生活的用水的水量 台风不来 雨量少 国家大缺水 水利署号召各界 节约用水 要怎么省水 达人从厨房开始浇起 我会把洗米的水 跟洗牛奶罐那个瓶子的水 通通收集起来 然后浇花 因为洗米的水 其实是营养的 可以收集好几瓶 就可以拿来 我一整年的 就是拿来浇花的水 来来回回 在家里拖地 或是清洁浴室 达人收集清洗餐具水 洗热澡前的冷水 一滴都补浪费 可以通通循环再利用 干净的碗再洗碗 精洗 再冲下来的水 可以收集起来 就到到我们的那个 我的刚刚那个拖 拖地的槽里面 就可以拖地用冷水 就可以做很多的功用 比方说 我们可以洗我们的浴室 可以洗我们的小衣服 甚至你收集起来 洗衣服这样子 水清告急 中央呼吁民众 供体时间 透过简单几个小神水秘方 从源头开始 不浪费珍贵水源 也减少荷包开销 人间卫视蔡一辉 黄胜泉 新北市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